也是預防萬一 因為有的住家可能會比較老舊 然後那山路也都比較久了 一山然後你把它打開 對對對 那種比較留言我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稍微注意 出門就是電 要去你關掉 那你不要把冰箱的電關掉 哈哈哈哈 冰箱就把你插頭破掉 那才有什麼樣子 那就是冰箱的東西拍了 冰箱不用啦 好意思接嘛 不用啦 對啦 對啦 還是說比如說那種燈的插座的 對 原來是這樣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手機的電池 或者是手機 對對對 行動電源充 所以老實就是充完電池後 就把它拔起來 就是把電源關閉就對了 那你還要什麼樣的省電的撥箱 除了這個隨時我們就是要關 隨時就是插座要把插座 省電的撥箱當然有啊 像我們家就很少店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一個月的電費多少錢 一個月的電費有說不到兩千塊 你家幾台很氣在吹 一二三四四台 蛤 對這真的很省耶 我家 我給你教一下 等一下先給你 我只要無日出 我又不在用 哈哈哈哈 我真的無日出 像我現在我就在做活動啊 因為我在家裡的時間真的很少啊 是 有時候可能就北上 躲在那邊的撥箱 就沒辦法 你有家人嗎 你有家人嗎 你家人嘛 你自己用吧 對啊 真的省 對 所以說還是要節約能源 愛地球 對愛地球 真的是要節約能源 就是我覺得因為齁 我們現在的地球啊 你看對不對 所以就不管是怎麼樣啊 為了我們的核刀也好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也好 對 那就是節約能源 然後像剛才巧悠也講的啊 因為我們的房子 那是一種老舊的房子 我們的那個 地緣線都是只有一條的 對 那是老舊的 我們都去自己的圖 自己的分線有沒有 分幾個條有沒有 然後插個來的撥箱 其實你若是出外的 管你出外的時候 若是說 你隨時隨便就是 你若不去照顧 你就是要把他撥起來 還有電腦 或是不利用的時候 一定會被關心 對嗎 對 那就是平常做什麼 這樣喔 讓我們後一台 走出一個好環境 對 然後也替自己審核包 然後呢 再來呢 也就是呢 家裡也比較安全 是的 那今天來到現場 我們巧悠你們看喔 你剛好喔 你之前在電台上班 電視台上班 是不是 是電視台 電視台上班 然後你是 什麼樣的機能之下 轉型當 歌手 出品歌手 就是因為回到南部 都是在南部 因為我們好幾唱片 都在南部 對 就因為這個我們的 剛剛我唱的第一首歌曲 芒果房 的這個作曲的老師 文杰老師的 影見之下 然後呢 進到好幾唱片公司 這樣子 喔 剛好幾年了 剛好幾年就對了 好了 因為你高興 哈哈哈哈哈 我是高興